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GT先生频道,我一旧我是师妹 今天师妹给大家讲的是男主人爱上女仆 抛弃门当户对未婚妻的故事,秦木瓜之味 由于家庭贫困,难以维持生计 年仅十岁的主人公小梅不得不来到一大户人家家中做用人 初来乍到的小梅什么都不会 所有的技能都是由兰姨教会点亮的 由于小梅长得很像女主人王沈病死的小女儿 所以她对小梅很是照顾 几乎是把她当女儿对待 王沈是个很和蔼可亲的人 但她的眼睛里却写着哀怨两个字 她的丈夫老王是个除了自己喜欢的音乐之外 所有的家事都不管了人 因此家中所有蛋蛋小小的担子都落在了她身上 夫妻俩一共有四个孩子 大儿子大牛也算是子称父爷 一出场便和老王一起弹乐器 二牛话不多,就是有点熊 没事喜欢拿蜡滴在蚂蚁身上 眼睁睁看着她们逐渐失去行动能力 最皮的还是小牛 没事就喜欢捉弄小梅 初次见到小梅时 她的眼神也是有些莫名的怪异 当小梅擦地板的时候 她又故意弄脏钢擦干净的地方 走之前还得特意放个臭皮 晒衣服的时候也要弄脏钢洗好的衣服 臭皮依旧没忘记放 有时候甚至会当着小梅的面 往花瓶里面撒尿 毫不顾及小梅女孩的身份 不是我说,这小屁孩很有可能是喜欢小梅啊 她这行为就像小学生吸引心仪对象做的事 之前说到夫妻俩有一个女儿 如果她没病死的话 年纪是和小梅差不多大的 除了她们几个之外 阁楼上还住着奶奶 自从丈夫去世后 她每天都在祈祷 家中唯一的经济来源是间卖布的铺子 王神每天都会仔细将挣大的钱收好 以防出岔子 某天夜里 老王说是要出去散心 可小镇上的宵禁时间已经过了 她还没有回来 王神很快便明白过来是怎么一回事 一看首饰盒 果然里面的东西都没有了 整天都在防小偷 却忘了最大的潜在小偷就是她的丈夫 这已经不是第一次发生 之前还有过几次 每次都是将钱拿走之后离家出走 小女儿就是在她第三次出走期间病死的 为此 她已经很久没有离家 可不知道为什么 现在突然又走了 家里所有的积蓄都被拿走 米剩的也不多 不扑的声音更是不怎么好 他们只好勒紧裤腰带过日子 老王走后的某天晚上 二牛偷听到奶奶和王神的谈话 原来父亲离家出走 是因为在外面有别的女人了 奶奶非但没有安慰而惜 反倒将这件事拐在王神身上 说是因为她的无趣 才会看不住男人 知道真相的二牛 做不了别的什么 只能默默安抚一下辛苦的母亲 好在他们的生活开始慢慢变好 不再过得那么紧凑 这天家里来了位客人 这位客人是大牛的好基友阿全 其实在这之前 小梅已经见过阿全一次 并且对她一见钟情 为了阿全 她特意换上自己最好看的衣服 拒绝蓝衣的帮助 独自一人将晚餐做好 只为看到她的笑容 一段时间后 老王突然回到家 并且带着一身重饼 为了给她一只 王神将家里所有的贵重物品都卖出去 但是老王还是死了 时间过得飞快 转眼已是十年之后 当年那个小小一只的小梅已经长成了 嗯 一名甜甜玉丽的大姑娘 由于家到中落 大牛的老婆又不喜欢她 王神只好将小梅送去阿全的家里做仆人 临走前 王神把本来是为小女儿准备的嫁妆赠予小梅 看得出来 她是真的很喜欢这个懂事的姑娘 在王神的唾涉身中 小梅离开了这个她待了十年之久的地方 即使这么多年过去 小梅对阿全心中的那份爱意还是没有减弱 只是她从未在阿全的面前表露出自己的心意 因为阿全身边已经有了未婚妻莉莉的存在 莉莉是一位附加千金和思想传统的小梅不同 她热情奔放又时髦 阿全在家的时候 小梅尽量降低自己的存在感不影响她 只有他们不在家的时候 她才会穿上王神送给自己的漂亮衣物 还会偷偷抹莉莉落在阿全家的口红 这一切都被回来的阿全看在眼里 她的眼神早已暴露她对小梅的情谊 原来她早已在不知不觉中喜欢上了这名传统女性 察觉到自己的心意后 阿全主动向莉莉结出婚约 莉莉看见阿全所患的小梅之后 砸烂了所有自己送给她的东西 这么久以来 自己就像傻子一样 被这主仆二人蒙在鼓里 即使很伤心 她还是洒脱的摘下戒指 离开了这个充满欺骗的地方 莉莉走后 阿全和小梅不在你偷看我一眼 我偷看你一眼 而是正式开始处对象 阿全教会了小梅读出写字 教会了她各种以前都没有接触过的东西 恋爱虽然平淡 但又处处透露着生活的气息 岁月静好这个词用在他们身上 无非是最合适的形容词 故事在一片宁静当中便结束了 好了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